你就會看到一個神廟 在這裡 哭吧 好 這個神廟呢 就是叫做 呃 比方說我們想要過 這個 要往上面走的話 那怎麼辦呢 這邊就可以把這個重量 weight 把這個重量吸到另外一邊 放到另外一邊的話 就可以把我們自己 伸上來 那我來試試看 先放在中間 然後把它放到另外一邊 這樣我們自己就跑上來了 好 跑上來以後你會看到一個 guardian 在這邊 把你的盾牌準備好 或者是 沒有準備好也可以 等一下可能會死喔 因為我現在很弱 這樣把我盾牌準備好 準備來迎戰喔 可以把我的炸彈也準備好好了 可以把我的炸彈也準備好好了 被他砍一刀 不過沒關係我們有 呃 食物 可以補充我們的體力 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好了 好 這是比較簡單的guardian 可是從這邊可以得到 ancient gear 這之後我們可以到實驗室去跟他換一些 東西 那我們拿到這個劍 這個劍 那我們就把 我們比較爛的武器丟掉 什麼呢 把這個 錘子丟掉好像快壞掉了 錘子快要壞掉了 我們就換一個 哇 會發光的劍 好到這邊 呃 這個地方沒辦法開門 可是你會看到這邊 有一個發亮的這個地方 所以 我們要按 找個重的東西 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地方 才可以過關 那什麼重的東西 這個嗎 看能不能把這個吸過來 這樣吸到這邊 這樣 這樣就可以把門打開來了 而且還可以拿到寶箱 我這個有一個劍 是26的劍 所以我把我的 這個 26的劍 我把這個12 我目前這個12的這個 毛把它分掉 然後拿 這邊的劍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過關囉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 這樣的關卡 是 也是一樣 就是你要把重的東西 放在某一邊 然後自己可以 可以 比方說我把我自己 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 把重的地方 這樣講 大家很不清楚 所以 我直接來做好了 比方說我們拿一個 重的東西過來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剛才我們有一個很重的 鐵塊 在這裡 幫我們開 剛才幫我們過關的鐵塊 把它吸上來 把他用磁力 運送到這裡面 把他用磁力 把他用磁力運送到這裡面 放在這邊 或者等一下再放在這裡 或者等一下再放在這裡好了 我先放在這裡 自己先上去 上去以後呢 把這個 中的磁鐵 中的鐵塊放在 先放在中間好了 然後把這個鐵塊吸到另外一邊 然後把這個鐵塊吸到另外一邊 這樣 我們就可以 拿這邊的 寶箱 哇 有一個 寶石 等一下我們可以換錢 現在我們真的很沒錢 所以這個錢很有用 那接下來如果要過到那邊的關卡的話 就可能要把 砝碼放到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自己在另外一邊 就可以升上去 過那個關 所以 這樣講大家可能很 不太明白我在講什麼事 就 實際做做看 比方說我把 這個砝碼 放在這邊 喔 差點把我自己壓到 砝碼拿過來 先放在這裡 這樣我們就可以 準備從這個 這個 等一下我做的大家就知道了 是吧 這個 重的鐵塊放在這邊 然後把鐵塊放在 這邊 這樣 這樣就過關了 簡單吧 好 那我們就多了一個 Spirit Up 這關算是蠻簡單的 我們現在有兩個Spirit Up 然後呢 熊佩 小刀 那一頂 雞蛋 我們在這裡 這邊的主題 然後請先看一下